还是一样的 我们照样的先去到我们的helloview 看看里面是不是有几个实例 这是我们linal layout linal layout它现在的显示效果就这样子 从左到右有几块 从上到下有几块 这里面的这些layout 由于都是viewgroup 由于都是groupview 是不是都可以嵌套 都是可以嵌套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什么叫linal layout呢 它这里会说 linal layout是一个viewgroup 是一个什么样的viewgroup呢 显示线性方向的子元素的这样的viewgroup 那么要么就是水平的 要么就是垂直的 所以这个就很容易去理解 也就是说什么呢 也就是说 要不它是单列的 要不它是单行的 所以这个很容易去理解 那么好 你就说3D 那这个效果怎么实现的 好像也不是单列也不单 那么我们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来实现的话 是不是应该放两个linal layout 上面放一个水平方向的linal layout 下面放一个垂直方向的linal layout 那么当然了 如果有必要的话 我们外面是不是应该还放一个linal layout 对吧 那所以这样的一个结构 我们来分析一下 按照正常方式应该是什么呢 我这儿放一个垂直方向的linal layout 里面再放一个水平方向linal layout 这下面呢 再放一个 或者当然不放也可以 因为不放的话 目前情况下它就垂直了 你继续放teletext view 是不是就可以了 我们来演示一下 这里有代码 我们看一下 它是放了两个 三个 它是放了三个 我们来简单做一个实现吧 以后 这些是最最基本的 一个hello layout的这样一个例子 其实 这个内容有点基础 我们把机器元素删掉 OK 这上面是一个linal layout 我再给它放一个linal layout 放一个水平方向的 这两个其实是一样的 无非就是orientation属性不一样 那我就放一个水平方向linal layout 我希望它多高呢 我给它设置一个高度 好 然后 这个下面呢 我再放几个teletext view 放large text view吧 这其实也是 属性的不一样 实际上都是一个 太垃圾了吧 再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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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没放在垃圾 但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呢 不是webcontent吗 我看一下 这是设定它的样式对吧 这是设定它们的一个所占比例 让它们对分嘛 我喜欢用整数 对分三个 然后它的宽是 宽我们可以让它撑满 关键是高 让它webcontent OK 就这样 保存一下 Bug吧 我们来看一下 从属性上面来看的话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我怀疑是它显示的一个bug 这个就不要去撑了 我们把它自己加的这样的一些属性 什么叫weight sum 它的意思就是 我们这几个weight 加起来的这个总和 百分比是多少 它会自动生成 这个ADT是一个小工具的 这个我给它设置成 这样吧 这样全部都用相对的吧 实际上我们是不是可以 给它指定它的这样的一个高度 所以大家下来要自己去调 因为你在去拖这些空间的时候 如果你不是完全守着墙子的 它会自动去加一些属性 一不小心就变成乱的了 对不对 所以你关键是要看得懂 我就不用你这个呢 我现在我就这样拖一下 按说也是一个管用的 对不对 我就喜欢这样拖 我给它指定它的一个定高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好 下面我在这里面放几个textview 这个是水平的了 放一个textview 我让它是什么呢 让它高度fail parent 宽度让它wap content就可以了 再来一个textview 同理 再来一个 同理 再来一个 同理 好 这四个了 我下面就不一一去填充了 我下面是不是要让这四个 也让它们去等分呢 你让它们去等分一下 我们又要用到我们这个 LeodGarrett Gravity 非常管用的LeodGravity 还是给它copy一下 它又自动加了这个东西了 不是 这是wait 看错了 你看到 你看到有一个蛮有趣的现象 就是我们刚才在这个地方 这样上下拉的时候 它居然更改的不是那个 Layout Hit 那个属性 它还是用着它的这个wait 看到没有 它会自动去算它所占的比重 这个 叫好 还是叫不好呢 反正 如果你真的要给它定死 那也就是说 这种方式 它是不是还是定不死啊 最简单的 我们看一下 我们换个屏幕 就看得出来了 它还是算到这样的一个比重 对不对 好还是不好呢 反正 有好有不好 所以你真的像雅丁斯 你还得下去再去改那个代码 这个答案要搞清楚 工具好用 但有的时候工具不知道我们人之所想 好 下面我给它们不同的颜色 这个就简单了 这个 这个 这个给它一个 红色 所以这个wait 用来给我们做这种布局的 拉伸和等分 是不是效果非常好 好 我们看一下效果 好 这就是我们类似的一个效果 非常方便就做出来了 对不对 他还用了三个lino layout 我们只用了两 是不是更近 以后大家在做界面的时候 也要考虑 那你在说 这个地方 不对啊 他没有拉 没有这样子 对不对 我们再改一下 第二是什么 文字没居中啊 对不对 文字没居中 我们这也有一个很方便的 这个空间操作 不叫空间操作 头发 头发 我们给它居中嘛 让它竖直方向居中 center 看它用的是哪个属性 把layout去掉 我们要的是它内部居中 看太不智能了 layout是相对于它的负的这样的一个居中 对吧 所以你看 这个工具 有的时候并不是我们所想要的那样的 这样子我们效果不就出来了 所以这样的效果就好看多了 那么其实也就说明了什么呢 我们同样的 他用了三个layout的 我就用了两个layout layout的 也就说明我们在界面布局的时候 你想怎么玩都可以 很多方法可以实现同样的道理 但是 这里就有了 我们推荐性的原则 这是我后面要讲到的 这算上帝总结了吧 这个官网没有 你的层次 层怎么写 层次 最好不要超过五层 这是我建议的原则 有的喜欢这个再掏那个 这个再掏那个 这个再掏那个 尽量避免 这样一 你在呈现的时候效率会低 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 它在解析的过程中 也会比较 不载 有的时候你自己会搞晕 有的时候你自己会搞晕 而且第三 不方便你将来再去改动 不方便你将来再去改动 所以大家注意这个层次关系 其实很多的商业用程序 的程序员 在做这个层次设计上面 做的都不够好 就是 什么叫好 就跟做好的一个代码一样 看到好的代码 是什么 简洁 高效 清爽 对称 这样的一个效果 所以好的一个界面设计 也是一样的 也是一样的 那么 包括我们后面要讲的那个例子 其实它的那个界面做法是不好的 它那种界面做法是不好的 那我们同样的一个界面效果 我们可以通过 随随便便 你可以 所以可能十个人做 会有十个区别 都有可能 所以这个大家想象一下 就好像我们以前常用的下面这个 tourbar 工具栏一样 你可以用很多办法实践 甚至于你可以用 Gradic Group 然后你可以用 Linna layout 你可以用Table Table host 都可以实践 所以这个思想建立非常重要 但思想的建立来自于大家的多恋 这个就是我们的Linna layout 我相信这个大家都没什么问题 对不对 好 那我们下面说一下我们的frame layout frame layout的话 就非常简单了 我看 官网是不是连例子都没给 官网说简单到 我连例子都不用给了 我们来看一下frame layout 那么它跟Linna layout一样 也是继承于我们的Vilgoop 它的定义是什么呢 它是用来设计的一块区域 一块区域 用来显示一个单一的元素 我们就知道 OK 原来frame layout 就用来显示一个单一的元素 然后 但是 我们继续看 他说通常情况下 它是用来里面只放一个单一的元素 你不要 因为它比较去困难的去布局和排版 比较困难去布局 当然 你也可以去放多个元素 如果你愿意的话 它后面用到 你也可以去放多个元素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样一个效果 frame layout 其实我们用最多的在什么样子呢 我在这里再建一个 layout frame layout 这直接以frame layout为根 我们就看一下 这就是frame layout这样的一个标签 也是充满的 我们用的比较频繁的是什么呢 在这上头放一个图片 我随便选一个吧 让这个图片撑满 这就是我们那个frame layout的 当然你说这个图片可能还不是特别合适呢 我们可以再更改一下 你看这里有很多这样的属性 大家可以自己来用 包括这些比较常用的这些属性 你可以用右键的方式 可以用右键的方式来去更改 我更改一下 它这个比方说image这一款 图片相关的这个属性 属性太多了 其实这种方式还不过我们直接去敲 找一个竖着 好 找这个 这个好看 这样子 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frame layout 那么好 我们说了 这个frame layout 能不能放多一元素呢 我们来试一下 拖吧 还是拖 拖拖懒 懒得老敲那么多重复的属性 text view button 还是这个 好像是可以的 对不对 大家看到没有 但是它放上来的效果是什么样子呢 都给它叠在左上角 它是有层次关系的 那如果我们要控制该怎么用呢 我们是就可以用到我们的什么 哪个属性 还记得不 应该是相对位置 那叫什么名字呢 margin margin 当然 margin的话 我们好像有点去 有点不一样吧 主要是要用到layout gravity layout gravity 针对它上面的这样一个布局的 正好我们刚刚试了一下 它就是一个 好 我让它显示到下面去 给它拉一下 我让它显示到右边去 看到没有 我让它去充满 我们再来试一下充满 又不管用 这充满我一直没成功过 很奇怪啊 那它放这儿是给后面做准备吗 我在想 好 我让它到中间来 center 你看这回它在中间 是不是就可以非常中间了 因为它们之间是没有联系的 看到没有 那么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布局 是不是可以布局一个 任意的这样一个界面布局 所以也很有意思 也很有意思 用这种方式 其实可以替代我们 替代我们以前想用的绝对布局 这样布局 它布局来还是一项飞 所以也不错 这就是我们的 firmly out 那么firmly out 我们平时其实 这种情况下 用的倒不是特别多 只有在里头放一些 非常简单的元素 我建议什么时候用呢 要不就只有一个元素 要不然就元素不超过三个的时候 你用一下就好了 好 这就是我们firmly out 我们再讲一下absolutely out 我们一看名字就叫什么呢 firm我们还知道 它有个真的意思 就是一张 就是一个 那absolut表示绝对 那我一猜就绝对定位 原来是 那我们就找 找了找 找了这儿没有什么absolut了 你想找 你找不到了 看没有 已经没有我们absolutly out了 也就是说什么 他他不推荐了 对不对 事实上大家可以上官网去看一下 官网也不推荐了 但是我们想来见他呢 我们想来看感受一下 还好他这个地方还留着的 finish 但这儿没有也没关系 我们自己手敲嘛 我们在这上面放一个textview 再放一个editview 给他改一个宽度 再放一个button 哦 这个就有意思了 你看你拖到哪是哪 这跟我们设计网页的几种模式 也是一样的 这种效果似乎是我们最喜欢的 你拖到哪给它摆上就好了嘛 如果你要比方 这是个登录 这个按钮是取消 我再放一个按钮 这就叫确认 哎 你看啊 我们这么快 我们登录界面就画好了 这个看似不错啊 对 看似不错 但是你会后悔的 但是一改就乱了 一改就乱了 所以这个absoluted这样的一个layout的话 我们现在官网其实已经不推荐了 看到没有 这个lay不推荐了 废弃了 过期了 那么建议用frame layout和relative layout 也就是说你即便你要去去做这种布局 我们都可以去用relative layout 如果比较简单的我们就用frame layout就可以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这里面实际上跟我们加了一些什么不一样的东西没有 悔悔